在泰国许多打零工维生的人 因为禁足政策 生活已经陷入困境 此季泰国分会 克服人力物资等问题 将在4月22号 为生活受到疫情影响的居民进行发放 而发放的方式也要谨慎防疫 翻译成泰文的 证言上人每日一叮咛 和台湾同步 每天透过网络向民众广传 让因为疫情感到不安的心 能得到平静 此季泰国分会预计以三个月的时间 在曼谷附近五个县 发放三万户贫苦民众 提供大米 饼干 泡面等物资 病毒让人人听来 人人怕 最重要 让社会经济 都通通受到很大影响 现在的所有的职濟人的 分支会手 要赶快做出了安平行动 发放给他们 让穷困的人能体会到 社会人间是温馨的 全球同时面临的生命课程 需要用爱突破 重重障碍 安稳身心 戴新闻 红琼 中国家 换链报导 谢谢大家